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在上期视频中小强遇到一个可爱的小狗房 我也是对他很有兴趣 特别想进去看一看 不过现在小强被这营地人给盯上了 要是不把他们给解决肯定是不能好好拆架了 我也是被他们劈的有点防躁 打算来个最简单触犯的方法 直接下去灭掉他们 然后再去参观房子 不过这人的实力很强 我都提前耗藏他了 没想到他还能放掉我放学 这就很无奈了 而且周围还有他队友 继续干的话肯定打不过呀 不行不行咱们还是得开溜 定干的方法根本行不通 小强也是打算往里岛那边逃 把这些人引过去 来个吊虎的衣裳然后再偷偷地摸回来拆小狗房 嘿嘿完美的机外呀 就这么定了 小强也是走水路先一步过来了 进小狗这边开一卡给他们一种小强小皮的假象 诶来的还挺快的我们直接开队 这人也是有点大 长起来就不动了 被小强打长血才反应过来真是够蠢的 OK打倒了我们把他的无人机也给灭掉吧 一直被他耗着小强也顶不住呀 现在这营典人发现小强肯定很快就会来人 刚说完就有人来支援了 我们全力输出 这人护价好高 打他只有40多的伤害 哎呀又来人了这下有点危险 看来是他们全都赶过来了呀 那我们就不和他们皮了 嘿嘿直接逃走 偷偷摸回市中心去 他们肯定以为小强躲着不敢出来 绝对想不到我们还敢回去拆家的 和他们绕了这么久终于可以拆这家园了 你闷他这形象是真的很可爱呀 我特别喜欢 事不宜迟我们赶紧突破进去吧 万万没想到我才刚拆完大门 这营典人就赶回来了 这么机灵的嘛 哇塞现在他们的人数也很多 我们还是放弃吧 看着小强适合这个家园是无缘的呀 我也是觉得挺郁梦的 用了这么多方法都甩不掉他们 真是难伤 要是那个卡通房在市中心附近 小强拆起来难度还没那么大 但无论是皮卡丘还是小狗房 都在市中心这里 这就很难受了 基本猜不到啊 难怪这么多人被灭掉果然是够危险的 小强也是被他们追了大半个小时 实在忍不了 直接防打吧 灭一个不亏 灭两个就撞了 这种护甲也是很高 小强打他只有40度的速度 我们现在用的是1.5人机 根本没法秒掉他呀 真是难受 他队友又支援过来了 我们还是继续逃吧 小强也是看后面这么多人 感觉逃不掉了 打算把护甲拖下来 减少点损失 没想到这一列人这么狠 还要疯狂虐小强 还好我有先陷之名 不然这波就亏到了 好啦本期的声明就相信了 我是小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